4月12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表示 香港第四波新冠肺炎疫情到目前为止已明显受控 确诊病例及源头未明病例显著减少 外防输入成功阻截变种病毒流入社区 留在医院的确诊病人下降至125名,且九成情况稳定 她认为,以全球标准来说,香港应属低风险地区 今天已经是连续三日,卫生防护中心是没有举行到每日4点30分的记者招待会 换句话说,在过去三日,就是连接今天,都是没有发现到有一些本地的确诊个案是源头未明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之好的迹象 由去年11月下旬开始的第四波疫情 到今天为止,我们可以说是明显受控的了 也都达至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 过去14日,本地的个案7天移动的平均数字是每日2宗 而源头未明的是每日只是0.7宗 这个数字是相对非常之低的 楼园的病人的人数也都是持续下降 去到现在就是125名 九成的情况都是稳定的 上述的阶段性的成果 是客观来说 从一个全球标准的角度看 香港在今天的情况 其实是属于一个低风险的地区 有关香港出入境最新安排 林郑月娥在会上表示 以获广东省政府同意 容许已完成新冠疫苗接种的跨境货车司机 由目前每日一次建议 放宽至每3日一次建议 已经刚刚得到广东省政府的同意 完成了疫苗接种的跨境货车司机 可以在继续享有免检疫的情况下 将目前他们每日跨境都要做的病毒检测 这个就逐步放宽到每3天一检 甚至往后更加宽松 都是可以想的 不过首先第一步 就是放宽到每3天一检 所以广东省已经同意了 也都会在今个礼拜实施 只要打了打好债针 就可以不需要每日一检 此外特区政府4月底 将把回港役计划扩展到内地其他地区 香港居民通过回港役回港 可以免除14天强制检疫 林郑月娥还提到 计划在5月中旬推出来港役 允许内地居民无需14日强制检疫来港 今天已经是4月12日 今个月底我们就将香港人的回港役计划 由广东省扩展到内地其他地方的香港居民 这些香港居民无论是经陆路口岸回来香港 或者是搭飞机经香港国际机场入香港 都可以享用回港役 然后到5月中我们会推出给香港居民以外 无论是内地的居民或者是外地的居民 不过他是在内地居住或者是上班 他希望来香港 那这些在内地的人士 也都可以来港而 是无需14天强制检疫来香港